你知道如何制作一个200斤的巨型蛋糕吗 今天印度富婆嫂嫂宴请全村人吃蛋糕 村里的蛋糕是摩拳擦掌 准备蛋票大的 一颗颗新鲜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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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壳而出 一大盆白砂糖高里头 年迈的搅拌机身残至尖 不服输的开启高速旋转模式 搅拌的过程中 滋入一泡横河密炼油 一大袋低筋面粉高里头 将面粉与鸡蛋液快速搅拌成面糊 最后将面糊等量盛至烤盘中 师傅用它娴熟的小手在烤盘中来回涂抹 既巧妙地为面糊增加咸香口感 又完美地将面糊平铺均匀 可谓是一举两得 12个烤盘被整齐放置破上封烤架上 最后送至须黑的烤箱中进行烘焙 大爷牵着祖传三凳子 将蛋糕胚运送至广场 蛋糕师傅将在这里为蛋糕进行最后的装饰 一块块蛋糕胚被叠放在泡沫底板上 师傅回手掏一把奶油 净值涂抹在蛋糕胚上 贤熟的手法是那么的干净利落 紧接着铺上第二层蛋糕胚 第三层蛋糕胚 随后师傅拿出自制原规 对蛋糕进行切割 精益求精感雕琢着每一个角落 为了让蛋糕更加的美观 师傅在奶油中加入了可食用色素 再用其勤劳的小手一顿霍了 粉嫩嫩的奶油就完成了 师傅再次使出无情铁手 涂抹奶油 这手法只有像他这样的老师傅 能够精准把控 涂抹后再用抹刀 将蛋糕表面涂抹均匀 别问我为什么 故意开始就用抹刀 问就是今天做的是鲜奶油蛋糕 接下来就是给蛋糕 做最后的裱花装饰 奶油小花边安排起来 师傅眼神坚定 双手稳如老狗 三两下就给蛋糕装点上新型花边 再给蛋糕提个字 氛围感瞬间就拉满 剩余的边角料在师傅的巧手下 也变成了两个迷你小蛋糕 装点在大蛋糕周边 蛋糕装饰完毕 富婆嫂嫂们戴上礼帽 蛋糕上插上蜡烛 仪式感再次拿捏住了 嫂嫂们将蛋糕切成小块 放入大铁盆中 再将蛋糕奔发给村民们一起享用 这咸熟的装盘手法把村民们都看沉默了 如此原汁原味的印度咸奶油蛋糕 你想品尝一下吗